在美国宣布电磁轨道炮项目失利后 中国却取得重大突破 为何中国能克服美国没能解决的难题 中国电磁轨道炮技术的突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电磁轨道炮对于中美博弈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电磁轨道炮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武器概念 在各国投入几十年的研究后 如今却在东西方走向了不同的结果 去年7月份 美国国宣布将停止对电磁轨道炮研究的拨款 并将重点转入到高超音速导弹的研究 有分析认为 美国电磁炮研究陷入到技术瓶颈之中 另一方面 中国在2018年完成电磁炮舰在测试后 已经稳稳占据相关研究的头部位置 而在美国电磁炮研究难以为继之时 中国电磁炮研究再次取得了重大突破 并且把美国没办成的事情给办成了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根据中国军事研究人员透露出的消息 目前中国将把对轨道炮的测试 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由于攻克了电磁轨道炮研究的关键难题 中国电磁轨道炮的测试进度将加快 按照目前情况来看 中国将极有可能成为全球首个正式装备 电磁轨道炮的国家 经过近年来的高频度宣传 很多人对这种武器并不陌生 简单来说电磁炮是利用电磁发射技术 制成的一种先进动能杀伤武器 与传统大炮将火药燃气压力作用于弹丸不同 电磁炮是利用电磁系统中电磁场产生的 洛伦资历来对金属炮弹进行加速 使其达到打击目标所需的动能 相比较传统炮弹 电磁轨道炮具有射速快 射程远 威力大 效率高 成本低等特点 被视为未来武器发展方向 虽然西方很早就开始相关研究 但其技术难点一直是困扰电磁轨道炮突破的障碍 电磁轨道炮技术的难点在于 启动时超高压的电流 以及在炮管内剧烈加速的金属弹丸 会对轨道炮导轨或内壁造成不可修复的磨损 从而降低电磁轨道炮的寿命和准确性 而正义难点也成为美国国防部放弃电磁轨道炮的主因 根据美国国防人士的说法 在美国进行的电磁轨道炮测试时发现 每次大约仅进行20次试试后 其轨道炮的炮管就会因为磨损或其他损坏 不得不进行更换 这就导致其发射效率过低 成本也居高不下 而类似的问题 人在其他国家进行电磁轨道炮测试时有所发现 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的 根据位于陕西的中国华英兵器试验中心研究人员的说法 目前中国在电磁轨道炮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使其耐用性大大提升 主要秘诀就在于两种关键技术 一是液态金属 二是耐热涂层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两种技术是如何解决电磁轨道炮的难题 中国又为何能率先取得突破呢 先说说液态金属 提起液态金属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科幻电影中的液态机器人 科幻片中的液态机器人 就算被子弹打中也能自行恢复 可不仅仅存在于科幻片中 前面提到 在电磁轨道炮发射中 炮管会因为高压高电流而变形 但如果炮管能在变形后自主恢复呢 那就用不着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换炮管了 而液态金属恰恰就能做到这一点 液态金属又称为非晶和晶 就是一种不定型可流动液体的金属 主要就是以架 阴作为基础材料 人们很早就发现 液态金属在航空 航天 精密机械 消费电子 医疗 三地打印等众多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因此被视为人类利用金属的第二次革命 早在1960年 美国就率先开展液态金属的研究 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技术突破 直到2001年 由清华大学流进团队开展相关领域摸索 并在其后首次发现液态金属与水的复合体 在电厂控制下具有多变形效应 攻克液态金属冷却技术 而直到2014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才将液态金属冷却技术 列为未来前沿技术 此时已经落后流进团队十多年 而且中国不仅有技术优势 前面提到 液态金属主要以架 阴作为基础材料 而中国恰好是这种材料的主要生产国 中国云南省生产的阴占据了全球的80% 因为中国液态金属谷位于中国云南省 当然 电磁炮炮管结构十分复杂 也不可能所有的零部件采用液态金属 那么如何去保护其他的此部件呢 这就需要另一种新型材料 即耐高温涂料 我们知道 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同样是佼佼者 比如中国的东风17导弹 能以10马克的超高速在大气中飞行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弹体因空气摩擦将承受千度高温的考验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耐热方案 弹体会因为摩擦会提前受损 此前美军进行过几次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失利就与之有关 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由国防科技大学团队经过15年的研究 派发出一种气凝胶隔热材料 这种材料考验制成耐热涂层 附着在物体表面 使得物体能耐受1000摄氏度以上高温 在东风17导弹上已经验证了这种气凝胶隔热材料的实用性 同样的 在电磁轨道炮上 这种材料也能派上用场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无论是液态金属还是耐热材料的发展 都离不开中国材料领域的进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的材料领域都是大幅度落后于西方的 以至于在很多方面被卡脖子 成为中国的一大短板 起步晚 底子薄 发展慢 一直是中国材料领域的状况 进入21世纪后 中国将发展材料视为重点 大力投资相关产业 并且重点发展高端新材料 例如高端稀土功能材料 高温合金 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 这一段时间 中国材料领域取得百花齐放的效果 包括生物材料 纳米材料等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另一方面 中国工业升级 创造了大量新材料市场 使得中国材料产值不断提升 根据数据 中国的新材料产业总产值 已由2010年的0.65万亿元 增至2015年的近2万亿元 因此可以看出 中国在新材料上的突破 反补高端科学领域 并非是偶然事件 而是符合发展规律 回到电磁轨道炮上来 其技术的突破毫无疑问 也将在中国掀起新一轮的军事工业革命 向美国此前就有计划 将电磁轨道炮安装在新一代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 从而引领新世纪海洋战争的革命 然而 随着电磁轨道炮项目的停滞 以及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计划的中途而废 这个目标显然难以达成了 但是中国此前已经在一艘 072型坦克登陆舰上成功测试了舰载电磁轨道炮 证明其可行性 有分析认为 将来在新一批055型驱逐舰的建造上 这个就会考虑搭载电磁轨道炮 而这种搭载了电磁轨道炮的055A型驱逐舰 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的驱逐舰 对于整个中国海军实力的提升有着重大意义 如今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下 美国将遏制中国实力增长视为重点 同时中国也将突破美国封锁视为目标 而新技术的突破 或许将成为逆转天平的关键所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